阁下可是谢太傅驾的谢公子 是我 你是何人 杂驾是宁王殿下身边的刘顺 我们殿下听说谢公子是龙居凤厨 有甘罗败相之才 早有结交之意 爱着太子殿下也不好叫您为难 如今您既已离了太子殿下 便该多往宁王府走动走动才是 这玉佩是殿下贴身之物 可作为硬性 在宁王府自由出入 过不了几日 谢之方疆养得差不多 登门拜访宁王 二人相见恨晚 把酒言欢 说不出的投气 十年辽东战火连绵不休 正是用人之计 他舍出几百万两银子 填补了江南的亏空 自陛下手中接过兵符时 又求了三道旨意 其一 令谢之方任参将 领迁于宾室随他出征 其二 封谢夫人为告命夫人 后加赏赐 其三 封惠和宪主为公主 志在必得的如花美眷 成了名义上的妹妹 济温于怒气更甚 气得头疼了一整夜 只好将迎娶谢之真的事 暂且放下 全力筹谋皇位 他要去送军是不是 你们全都知道 只是瞒着我一个 千错万错 都是奴婢们的错 甚至前几日便传了过来 因着小姐生病 我们一直不敢告诉您 不过 此事已成定局 小姐赶过去 也无尽于事 谢之真冲耳不闻 用尽谨慎的力气推开开 恍恍惚惚的往门外走